大家好,我是保持哥 我现在在顺丰这边 刚刚收到通知取一个快递 应该是到了一个池器 现在在顺丰营业部这里 和我住的地方也非常近 现在我已经取到了 检查了一下 就这么一盒 里面应该是一个盘子 待会我们回去再慢慢地打开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秋高气爽 然后天气也非常地凉爽 然后给大家看一看 我这边小院 咱们养了一个忍者神龟 还有一些井礼 在这个小池塘里面 现在天气非常地舒服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 这个包装箱给打开 现在开始下雨了 我们抓紧一点 我在顺丰那边 基本上查验了一下 为什么要查验呢 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有时候我们经常 接收到来自顺丰的快递 那么一般来讲 很多它都是走道夫的 就是需要你在现场支付 这个快递的游费 那么道夫呢 有很多它的商家的目的 也是希望你能够负责任地查验一下 免得拿回去之后呢 会有毛病 所以呢 就是刚才我在快递点呢 也拆开了 仔细检查了一下 品项有没有问题 东西是不是属实 所以这一点呢 也是希望 伙伴们能够在 收快递的过程中呢 也多花一点时间 先把这个包裹呢 仔细地把它和验一点 这样对于双方都是比较好的一个事情 然后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包裹给打开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商家还送了几个玻璃的透明架子 不过这种架子呢 比较便宜 所以也不是太值钱 但是有就可以用用 我把这个拿出来 最近长得不太舒服啊 有点小感冒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包裹给它打开 给它看一下 一个盘子 然后我感觉它这个包装呢 其实蛮简单的 虽然它这个泡沫包的比较厚 但是我们看到 就是在这个箱子里面 就几乎没有其他的包装材料 就是用这个泡沫裹了几下 虽然你这个泡沫裹的也比较严实 但是里面就包括这个纸盒也非常的薄 所以挺危险的 因为像一个 好点的瓷器的话 如果是用这么一个包装材包出来 挺大的风险 这个纸盒也非常的薄 然后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加工的硕士 本来至少打个气泡处 或泡沫板要格阵一下也没有 所以就得亏是顺风 比较稍微来讲负责任吧 稍微来讲保护了好一点 要不然还是挺危险的 看一下这个盘子 它是一个豆青的一个瓶子 上面画的是这种花蝶 中间是两条鱼 双鱼 市场画的这种猪果花蝶 这么一个人形 这种豆青鱼的品种 其实是非常盛行的 我们其实在有时候市场上面 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豆青的盘子 小杯子 小碗 茶碗 这一类的 然后在外销池里面 在豆青的品种之上 又加以发挥 然后加上了很多黄彩或粉彩的元素 然后在文式上面 也有比如说花蝶图 人物 无双图 等等 所以这类东西 大家通过学习 慢慢地去摸索规律 也能够比较清楚了解到 其实很多自然的东西 能够给我们 以工艺上的一些启发和启示 你看自然的树 每片叶子 每一棵树 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池气质上 同样如此 然后文式 它的个性和特点 也是能够通过绘画 来表达出来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收到一些很好玩的这种物件 它特殊的文式 不一样的这种表达 也是给我们一个美的享受 然后正好跟大家聊一聊 这几天的安排 然后我应该是在 今天晚上会去上海 去上海 因为明天上海云州管辰 有一个展览 有一个交流会 是回流池的交流会 我去参加一下 去看一下 然后到时也会拍视频 给老姐们记录一下 看一下那边有什么 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包括现场的一些情况 给大家来分享 然后我们明天下午 就会去苏州 因为在周六 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六 礼拜天是苏州的一个 稍微来讲人多的一个时候 所以大家可以把握一下 在苏州的一都的花鸟市场 所以这两个地方 是这次的目的地 然后我明天上午 应该会先到临时路 兰陵的花鸟市场 在上海 然后再赶往云州管辖 所以就是把这两天的行程 安排给大家汇报一下 然后上次也跟大家聊天 因为其实很多词池 不是那么有机会碰到 所以我们只能说辛苦一点 多往外地去跑一跑 赚一点 没有办法 但是希望能够给大家 也多多来拍一下 这个好一点的视频 来给大家分享 现在稀稀利利下了点小雨 给大家拍一拍 这个工作室的地方 然后其实我们去上海 有上午的高铁过去 然后几个小时就到了 但是时间不是特别合适 因为像宇宙古玩城 还有来临路的早市 都是差不多六七点钟 可能就会开始 所以我们得 要么就是提前一天到 要么就是做卧铺 吸发招致的这种 然后早上赶到 所以我就还是选择了 做传统的卧铺 看一下这个票 就很久没有取纸票了 现在都是用身份证 在网上登记 几乎都不用取票了 但这个还是买一张 在火车站买一张纸票 而且我这个不是从 景德镇发出的车 是从九江发出来的车 因为这一趟车 还比较紧俏 没有票了 所以就买了前两站 然后在中途上车 九江到上海的票 然后在景德镇上车 应该今天就是 大概九点多钟发车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留言提问 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公益剪 然后大家喜欢视频的朋友 可以加个关注 拜拜